新一乡浊水西线的四部落 日前在日馆处与南投林馆处的辅导下 研发出马稿香水的特色产品 并在专业香分师陈炫良的用心指导后 学员开始在地利游客中心 针对游客来开办马稿香水DIY的体验课程 效果气氛是相当的热烈 如果你这一看如果你都喜欢的话 那就一般等于是10 来自日约坛的饭店代表 在部落香水小老师的说明之后 开始体验马稿香水DIY体验课程 大家对于马稿的香味都非常顺赞 一步一步的按照老师的指导 淘室这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马稿香水 那它就是我希望它就是一早上 就可以觉得这个香味 整个整天的这个 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闻到这样的香气 也可以真的是带给大家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那包含马稿的这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它是颠覆我们原来对马稿的印象 我们的马稿印象里面原来可能是一个黑胡椒 是一个辣辣的味道 但其实它是一个很清新的柠檬柑橘调 那这个柠檬柑橘调让人是很舒服的 沉浸在一个很温暖的环境里面 新宜乡浊水溪县四部落 在日馆处与南投林馆处的辅导下 将在地理部落旅游服务中心 推出马稿香水DIY体验课程 部落居民是相当期待 可以发展出高产值的部落产业 我们自从开始知道这个马稿原来可以做香水的时候 我也真的非常的高兴 像我们一直受训到现在变成 我已经可以当小老师 所以非常的高兴 我是希望说把这个马稿香水不只可以吃 那我们带到部落也让我们的主人也知道 原来马稿这么的珍贵 那我是希望说真的借助今天这个课程 希望我们这个马稿的香水 能够在我们这个台湾地区 能够真的是增增之上 未来我们活动中心一定全力来配合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单大部落 来推广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不管是夜间的游程 可以带到日月潭来做体验活动 那日间的行程 我们希望能够把游客导入到这边 来欣赏部落 甚至来我们原住民部落 看他们的文化 这次邀请了日月潭饭店代表前来体验 除了要宣传布农族的马稿香水 更加希望借此得到这些饭店的知识协助 共同推广马稿香水DIY体验课程 记者商业服务新一箱采访华道